白白的雪 蓝蓝的天 红红的太阳 还有黑黑泡泡的 踏不进咯 榴莲当头 我是紫阳 自由高照 我是今天的代班DJ Gero伟健 我们现场就来了一位独立歌手 他的名字叫做Edmond Gero你要不要介绍一下Edmond 介绍 今天电台来了一位特别来宾 然后他是一名歌手 也是一名企业家 同时也是一名媒体人 然后其实我在媒体人面前 还要扮演DJ的角色采访他 其实还蛮压力的 我们来欢迎Edmond郑伟达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Edmond郑伟达 怎么样 就大家气氛好像有点紧张 有一点 跟人趁早的关系 我想问一下 很多人很好奇 你的身份有多重的一些身份夹在里头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身兼素质的岗位吗 哦 OK 好 哇 身兼素质听起来就是很忙的一个人 对不对 OK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认识我呢 其实就是 首先大家都 刚才都已经讲了 我是一个歌手 OK 然后当然我自己本身有在经营着一个生意 OK 当然我自己本身现在也是一个电台的DJ 这样子 嗯 当然我最近也开始在涉略性的领域 就是我的健身方面的 我刚刚考到了一个健身教练的 哦 又多一个 又多一个执照了 对 所以你是四重的身份 是 因为我觉得 人生短短几十年嘛 我觉得让自己生活充实一点 会更加的丰盛 哦 OK 这样请问一下 你觉得你在歌手的领域里面 跟你在企业家的领域里面 你觉得两个不同的体面是什么 不同的体面啊 我倒觉得不管在任何的领域 其实我觉得重要的是 其实在每一个领域都会有的 就是一个态度 我觉得 身为一个歌手 你要有一个歌手态度 身为一个企业家 有一个企业家的态度 那当然歌手偏向的 就是可能在表演上面啊 然后在可能自己的方向和作品上面 那么企业家的话呢 可能就是你人生的目标啊 然后你在这一个领域里面 你想要达到的就是 生意啦 要怎么样啦 发展啦 就好像因为有他的那个企业管理 或者是唱片宣传之类的东西 对吗 对 是的 OK 这样其实我在我身上 在我身边有发生过很多的一些 朋友的一些例子 他们曾经是发片的歌手 可是通通有一些部分 都往企业家的方向发展 是因为音乐真的不能找到饭吃吗 还是说这个行业里面 他不懂得自我经营 所以他必须要放弃了歌手的这个工作 跳吞去那个企业家的方式 方面那边 其实我觉得重点 刚才在那问题里面 我抓到四个字 就是自我经营 对 我觉得这四个字 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说音乐找不到饭吃的话 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一直坚持在音乐的这条路上 所以我觉得自我经营 这四个字 我觉得当中可以表达出 我们自己对于这一个行业 这一个领域的 这一个态度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 你很喜欢音乐的话 我觉得再艰难都好 都必须要坚持的走下去 然后自我经营 我就是觉得当中可能包括就是你如何去promote你自己 如何去寻找平台和机会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 其实就开始往助唱方面 等等这方面其实都是跟音乐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音乐不全然 像大家说的音乐不能当饭吃 但是看你自己定位在什么地方 这样子 可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必须要所谓的坚持 我们还是有面对到一些 面包跟 面包跟一个 面包跟什么 一个比较的 面包和爱情 面包和爱情 面包跟水 面包跟水 要去做一个平衡 这样 even你在这个梦想里面 你坚持了 可是还是要顾到现实中 你必须要有的开销 这样这一方面是 是怎样去平衡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为什么我是多重身份 就是这样 而且我比较好奇 你怎么去兼顾你的时间 就是这么多的工作 那你怎么去顾得到你的音乐 其实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我是一个天蝎座 天蝎座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敢爱敢恨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时间管理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任务 但是我发现到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 在你人生当中达到目标的话 完成你的梦想的话 我觉得你就必须改变你自己去把 你不会做的这个事情做好 所以我当我开始要 在音乐和我的企业上面开始 两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的时候 我就开始把自己管理的非常好 然后自律 然后我觉得时间管理分配的好的话 我觉得都是还能够兼顾的 完全可以点头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也是天蝎座 天蝎座的人就是完全没有人物 所以今天这个台里面都是 这个天蝎座 你也是啊 我也是天蝎座 天蝎座很衰 找了这边的人大家都很记仇 其实天蝎座不记仇 是吗 我记仇 我也是超记仇的 而且我记到是那种 我会记得说 那个人如果对我不好 我就会找机会去赏他巴掌 所谓的赏巴掌 就是用成绩去赏啊 对 成绩 我觉得天蝎座就是会有两极化的 就是一种是给人家挑战的时候 就一绝不振 但是我们应该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会让自己做得更好 让对方大跌眼镜 然后天蝎座的容忍度 是非常深的 所以前部开始讲星座了 所以说在人家 比如说人家惹到你 然后你就会想要用更好的表现 去展现自己对不对 可能会用更毒的方式去毒死他 对 尤其是我觉得 如果是我们聊回音乐路上 我觉得肯定会有反对的声音 但是我相信我们天蝎座 可能就是真的是 用这种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的话 我觉得我们会越做越好 就是给自己一种 一种前进的动力吧 是的 对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 了解到Edmond 郑伟达这个名字的时候 都会跟当年2015年 Astro新秀大赛 扯上一定的关系 这样我其实很好奇说 你在三年前的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其实从中 你除了在额外的上演收入 得到了这个结果之外 其实他真正带给你的启发性 还有哪一些 OK 其实我自己本身对唱歌呢 是整个心路历程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我未达成 我从小喜欢唱歌 但是对自己声音完全没有信心 因为大家可以听到 其实我的声音就是 偏沙哑 没有 我觉得沙哑的声音 在偏低的 都是那种很有味道的那种 但是又好像有点中性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声音好像不太 不太扎实 这样子 所以我从小到中学的时候 就对自己声音完全没有信心 然后到了大学 我是非常后期才开始唱歌 就在23岁的时候 遇到一个朋友 那么她是蛮著名的一个女歌手 然后她就把我带出来 一起参加一个合唱的比赛 就那一次就拿了冠军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去探讨 就是说 其实我能不能够用 我有限的这一把声音 去发挥无限的潜能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参加2015年的 ASRO这个新秀大赛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当年其实ASRO新秀大赛 一路以来都是 截止的年龄是在于25岁 但是当年我不懂为什么 在我27岁的时候 她刚好公开到的年龄 就是27岁 我觉得上天给我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 就录了这个影片 然后就发过去 然后就从海选到100强 100强到60强 然后再进入18强 再被选为六个种子的选手之一 这样子 当然当时其实我并不了解 整个音乐市场 它的要求是什么 包括是这种 要上电视荧幕 就新秀选秀赛的这种要求是什么 所以当时其实我没有走到很后面 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学习到很多 我开始会让自己有更多的空间 去让自己去探讨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做不一样的音乐的选择 这样子 然后进而让我对音乐开始慢慢产生了更加深厚的兴趣 然后想继续往音乐这条路走下去 OK 其实你在那个比赛里面 你有没有让你体验到你非常难忘的经历 我觉得这个比赛 像我刚才说了 让我学习到很多 但是有一点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我觉得在你面对 要别人塑造你成为一个他们想要的东西 和你自己想要对于你自己本身想要坚持的东西的 当中如何拿到一个最佳的拿捏 我觉得 我觉得从中有听到一些爆料性的东西 其实我没有要爆料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有某程度上的坚持自己的立场 可是在某一些程度上 你完全不能说坚持的自己的立场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开始慢慢长大 但是社会上面 在音乐路上 在事业路上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在社会需求和自己的立场 当中拿到一个很平坦的拿捏 OK 其实我很记得我当时在看电视节目 看这个新秀选赛的时候 我很记得 记得的是你在用了一首 可惜不是你这首歌 然后我现在看到电视节目一幕的 觉得怎么这个人唱到这样身心宽宽 然后就落下了这个音响 然后我时隔三年 猝死你现在要开音乐会了吗 然后其实是什么的想法 其实我相信喜欢音乐 喜欢唱歌的朋友 开音乐会 开演唱会是这辈子好像一定要完成的一个使命吧 对不对 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 我觉得就应该给自己一个这样子的勇气 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尝试 其实是四个三年 三年后你再出来 这样这三年里面你 你都跑去哪 这三年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接上演 OK 那在2015年的这个新秀大赛之后 其实就可能知名度有一点点 我不能说很出名 但是就开始有人认识嘛 所以变成就有机会可以在各大的活动啊 就可以做表演的这个部分 这样子 其实我蛮好奇哦 就是你从你说你刚刚在27岁的时候开始唱歌 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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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现在 你的年龄是 我现在今年 Approaching 靠近30岁 靠近30岁 对 如果你在这样一个短短的六年 然后你突然从 不喜欢唱歌 到突然喜欢唱歌这样的一个阶段 你本身的一个心路历程是一个怎样的发展 我觉得不能说不喜欢唱歌 是对自己唱歌没有信心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 我觉得你什么都可以失败 但是你不能不喜欢自己 你不能不相信你自己 我觉得你不能对自己没有信心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不真实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 我觉得这辈子应该就没有人会看得起你吧 所以我就从那个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挣扎 到后来跑出来 想要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其实我觉得一路走来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整个内心的转变我觉得是很大的 所以当中就是会面对很多的冷言冷语啦 挑战啦 然后别人不满意你的表现啦 我觉得总会有不喜欢的声音 但是我觉得总会有支持的声音 你如何在这个当中慢慢去学习之外 增加自己的信心 让自己走得更远 那你想要带出的 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带出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当时候其实是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跟我们的这个Giro呢 就是在一间漂亮的咖啡厅邂逅 夜晚的邂逅 然后他就跟我提起了关于音乐文创的这一个项目 然后其实当时候我对音乐文创完全没有概念 但是我很认同他说的一点 就是说音乐不是免费的 我觉得在很多朋友在听音乐的时候 他们只听到音乐表面 哇很好听啊 然后很棒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更深层的去看到 音乐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制作人 歌手自己本身 填词人啊 作曲人啊 其实他们都付出很多的心血 所以我觉得他当天讲到一句说音乐不是免费的 我觉得马来西亚在这一块 还没有很大的一个exposure 一个很大的了解 所以变成很多马来西亚的人就会觉得 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这个音乐文创系列的 这个音乐会 然后传递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给我们身边的朋友 就是说其实音乐背后需要很多的付出 所以不要觉得音乐应该是免费的 所以音乐会就是需要买票入场 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到这样子的时候 你可以送票给我啊 我去支持你 对对对 这超多这个状况啊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次的音乐会 我希望得到的就是让来的人都明白 其实我今天买这个票进来看 它是值得的 然后不管任何的表演者 歌手在上面表演 他们背后就其实付出很多的心血 所以买票入场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 嗯 你这样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做了一个怎样的准备 说准备哈 我觉得当然把自己准备到最好了 就是把歌练好 然后当然我觉得我一直在跟身边的朋友宣传这个音乐会 我知道其实音乐文创走到今天为止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整个风气下面 我们还是属于非主流 对 但是我觉得不容易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跟身边的朋友 就是分享和宣传这个音乐会 我说来支持一下 这不只是Edmond 曾伟达自己的个人音乐会 它背后带出来的意义是 要再带动整个马来西亚的独立音乐的整个文化 这样子 OK 这样其实我很好奇的是 在音乐路上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启蒙老师 像我的启蒙老师 启蒙的对象就是蔡玲 然后 之我很好奇 那谁又会是你的启蒙老师呢 为什么 谁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如果你说歌唱的话 就肯定是当年那个 我的大学同学了 把我带出来唱歌的那个 我还为你要说当年的那个我 15岁的我 我觉得在歌唱的这一路上 有很多的一些音乐人 音乐老师 都有一直在给支持和鼓励 我觉得就不能一一把名字倒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我人生当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有一个人就是我的 其实不是一个人 是我的父母啦 以前在中学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其实我妈妈就会讲 刚才的整个表演 完全听不到你的声音 我妈妈对我是很严格和残酷的 对 就是这样子在一路走来 其实我妈妈一直在鞭策我 我还记得新秀的时候 我爸爸在我进了这个新秀大赛的时候 给我一份红包 写再过一关 那红包里面多少钱啊 没有钱啊 就再过一关 我就是心理把 所以我父母在我的整个歌唱事业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支持 OK 像刚刚说到父母嘛 我觉得父母的支持是给我们最大的动力 那其实我很好奇的是 当时我找你加入了这个音乐文创系列 然后说的办音乐会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这个是蛮冒险 然后直接性的一个挑战 其实到现在为止 你不会说害怕当天的人数有多少吗 我觉得害怕会有耶 但是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心态 你还记得当时候 就是Giro 当时候在找我谈这个企划案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一直问他 其实你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的预期是什么 因为我很 我自己本身我很怕让别人失望 所以当时候他在跟我讲这期话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他还跟我讲 我们就决定办这个音乐会什么的时候 我就整个是 其实完全不懂这整个音乐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到后来开始 办的时候他开始去担心 会不会被没有人来听 然后怎么办 整个音乐会要怎么办 然后可能就小猫两三只 这样子 其实在前阵子都还有在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你前阵子有在担心 你现在就没有担心吗 就之前担心他完全睡不着觉 有吗 吃不下饭 其实你没有做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 要是真的是小猫两三只 你应该以怎样的一个心理去面对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在筹备这个音乐会的过程当中 我跟Giro有很长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有时候我们就会 情绪比较高涨一点点 他就会问怎么样啊 没有人啊 然后再后讲 然后我们该怎么办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透过当中慢慢沟通和磨合 然后我自己心态也在调整 我自己本身对我 这一次的音乐会的整个心态是这样子 我印象中 我之前很喜欢一部电影 就是La La Land 你在开方向吗 就La La Land No La La Land La La Land是一个音乐剧嘛 大家知道的电影 然后他就是说 他们在追梦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挫折 到最后如何去完成自己梦想的一个电影 非常热血 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当中的女主角 她就是因为她很喜欢演戏 所以当她决定要追求她的梦想的时候 她就放掉她手中的工作 然后就开始去筹备她的个人的这个表演 Stage Play 所以去租场地 然后去准备她的就是自己表演的内容 这样子 但是到她真正表演的那一天 现场来了可能就只是两到三个 她的自己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然后现场完全是空的 当时她其实非常伤心 但是我透过这一幕我明白到 所以当你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 它并不是一朝一夕 就会得到你要得到的那个结果 所以这一幕启发了我说 如果我这次的音乐会没人来看 或者来看的人很少的话 我心情会是怎样 其实我相信挫折感肯定是有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推动这个音乐文创 推动这个马来西亚的音乐市场 如果我们是想透过这个音乐会 去推动这一些东西的话 今天我们因为怕它少人来 就不办的话 那我们要推动的这东西 哪一天它会实现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当然啦会尽量找多点来看 我记得那个周星驰 那个喜剧之王里面 不是有一幕就是说 这个舞台下好像 只有一个人在看 但他也是尽力的就是去 演出他自己这个舞台剧 对 那最后他可能给的这个结果 可能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我觉得不管情况多早 都要把自己做到最好 因为你难保有一天 总会有人看到你的努力 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推动 这个音乐文创整个计划的时候 我觉得肯定会受到很多方面的一些问题 艰难挫折 但是如果今天比如说像音乐文创 如果Gero没有站出来去做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会觉得理所当然 应该是这样子持续下去 所以我觉得走在前面的人 肯定是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如果你害怕困难的话 我们几时会走出一片天来呢 对不对 这个topic我突然想哭 被cue到了突然间 没有 其实 我在找你的时候 我先透露一下吧 我在找你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想到说 人数的多跟少 跟他想要达到的目标 是有多少个percentage的 其实就很简单 就 let's say 我平常做东西 就像上一次的那个香港的Henry 我上一次在研讨会上我说过 就是我在做他的音乐会的先前 我突然间多加了一个发布会 然后这个发布会 其实是完全没有去setting过的 然后就早上有这个想法 下午就去做 然后就blast这个event出来 所以当时我都还没有觉得说 他在马来西亚的市场 到底有没有人 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人来看 直到现场当天 我记得7点45分的时候 我在椅子上做一些 安排的工作的时候 我就开始担心说 没有人来 那我要怎样办 然后差不多过了7点45分 我就看到一些媒体 包括我没有发过新闻稿 给那些的传媒的传媒人 他们都会自动过来 所以我觉得 我当下的觉得就说 如果今天我多想了 我多一个犹豫了 我不做了 那没有办法见到效果 我的东西是这样 对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一个疯子做的事情 所以欢迎你来加入疯子的行列 我觉得开创这一个音乐文创计划 它是具有一个前瞻性 它就是可能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它在比较遥远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如果你不开始迈出那一步的话 你其实会到达那个终点呢 是不是 所以我是觉得 在这整个过程需要的是 很多坚持和勇气 这样子 就好像当时候其实我很担心 就是我根据我讲 我啊 我名气不高 我也没有很好的fans base OK 所以你找我做 是有一定的冒险的 但是我配合你 当然我也需要有我的付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方面 合作方面需要去磨合的一个地方 但是如果今天不做 就是待在这边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计划整个是有一个前瞻性 只是说 我们能够坚持走到 看到结果的那一天嘛 就是你有后悔 我这句话从来没有在 APP里面问过 对 你有后悔吗 我是一个做的事情 永远不会后悔的人 可是你要知道 你加入了这个东西过后 不只是只有这个东西而已 OK 我觉得能够做的 我们都尽量付出就好 对 好的 歌曲回来呢 我们继续访问Edmond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爆料 别走开 精彩爆料